在現代香港 無論是衣服、褲、鞋還是電子產品 永遠都有新款可以追 但家居家品, 復古風永遠佔一席位 來自舊香港的家品 既可以讓上一代人回味昔日歲月 亦讓我們這代人 和上一代之間有一個連結 一說起舊香港, 我就會想起大家庭 因為以前舅父舅母上班的時候 表兄弟姐妹就會來我家 限定六、七個, 多的時候有十幾個 不過現在, 想見他們一面都很困難 一說起舊香港 我想起以前的人很簡單 衣食住行, 例如有三餐溫飽 也很足夠 還有, 鄰舍關係很好 譬如我大聲喊陳師奶 也一定有人認我的 陳師奶, 我知道豉油呢? 還沒還 這間位於上環的家品店 搜羅了不少舊香港時代的家品 無論是電製還是懷舊電視機 每一件都有一個屬於那個年代的故事 少爺… 為什麼這個電話這麼有趣? 有兩種數字 事源是這樣 我百億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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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每個人都會看阿拉伯數字 所以就把中文數字弄上去 那這個電話怎麼打的? 你都三、四十歲了 你別裝沒見過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撥卵電話在七十年代很盛行 大部分家庭都有一部 不少上一代人最懷念 就是撥號轉盤的聲音 雖然現在沒得聽 但是放一部在家裡 有空懷念也不錯 以前的撥卵電話一樣講款式 有些方形, 有些圓形 黑色、橙色 總之復古不一定是沉悶的 走到有點熱想脫衣服 少爺…不要脫衣服, 會穿涼的 我這裡的風扇, 讓我拿給你 你拿嘛, 你只有一個說字 你等等, 真是有點重 當然重, 以前那些風扇是用生鐵做的 你別裝不懂 涼不涼?你過來涼一下吧 這把古董風扇的基件和扇葉 都用生鐵做的 在以前, 風扇算是奢侈品 富有人家才有 不過功能就簡單得多了 不會轉的 不會轉也不要緊 放在這裡也有看頭 說到擺設 不少人都喜歡放一塊掛牌在家裡 這類唐柳門牌 是不少收藏舊香港物品人士必備的 當然, 同一個門牌 有齊中文數字、阿拉伯數字 和英文字母 是舊香港時代的產物 是其他國家復古風嘉品少有的 宵爺… 這個這麼又紅又藍 真的很聰明 聰明, 這個是廣告鐘 以前他們會放在電器店 你走過就看見了 廣告鐘?買什麼廣告? 他還要問, 當然是自己電器品牌的廣告 你看到他還在轉的時候 哪個班員也會跟著轉 你就看到名字了 少爺, 為什麼你這麼年輕呢? 對復古爺這麼熟悉? 我會想 這部球形電視機, 外形的色色 如果喜歡, 還可以拆內膽 放一部LED電視進去 就可以用復古電視機外形看影片 這類已經停產的打字機 一樣受到不少人喜愛 以前打字機算是有文化的代表 因為學打字要上課 不是普通人負擔得起的 放在家裡 那時候復古風湧過來 我覺得這部電視機最能代表舊香港 因為以前很多黑白電影 都是用這類電話 還有我媽媽的家 都是用這款電話跟我溝通 而且他覺得越遠的地方 需要說得越大聲, 很有趣 我覺得這門牌最能代表舊香港 因為這個門牌從小到大, 看上去看得多 實物真是第一次見面 如果我把這個門牌拿回家 掛在門口的話 可以營造到一種懷舊的味道